梅林玉玺可以说是明场面之一 原来小妖并不是昊灵王的亲生女儿 她的生父是魔头赤臣 这也是为什么小妖有祝言花的缘故 目的就是为了遮挡真实容貌 避免被仇人找上门 当年赤臣除掉很多士族 那些人的后代为父辈复仇 小妖自然成了牺牲品 玉玺的根源也在轩辕王叔和枪炫身上 毕竟小妖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 选择帮助枪炫 这也意味着双方迟早会决裂 小妖被婢女骗到梅林 发现情况不对已经为时晚矣 她拼命抵抗 可大振坚不可摧 就这样小妖被仇家抓了起来 接下来就是惨无人道的折磨 那些刀和钉穿透了小妖的身体 直至让小妖没了气息 远在深山的巷柳突然面色凝重 她匆匆留下一句有事外出 就像外狂奔 而在神农山子经顶的枪炫突然心慌意乱 她立即让人去寻找小妖 无论发生什么 第一时间要保住小妖的命 与此同时 在青秋图山市府邸 图山井腰上的香囊 无缘无故断开 这是小妖所赠 图山井立刻转身往外跑 她必须要马上找到小妖 然后图山井释放小狐狸追踪 当她走进阵法后 看到一个人掉在半空 身子模糊难辨男女 图山井怒不可遏 随即拼命输送灵力 可小妖始终没有醒过来 紧接着朵朵梅花画作火焰 图山井抱着小妖不放手 好在 枪炫及时赶到救走了二人 图山井为小妖殉情 她悲痛欲绝主动求亡 一直处于昏迷不醒 很快香柳闯入神龙山 并且告诉枪炫自己有蛊虫 所以能够知道小妖的情况 香柳表示自己可以救活小妖 但枪炫不放心又无可奈何 最终决定让香柳带走小妖 而枪炫让赤水风龙送图山井回家 图山井心神聚散昏迷不醒 何时醒来仍是未知 可以说图山井真的非常爱小妖 同样向柳也是舍命相救 由于小妖的伤势过重 向柳之能用本命精华为小妖 好在年复一年 让小妖恢复了生机 在此期间 香柳给小妖讲述自己过去的一切 而图山井一直未醒 并且已经支撑不下去了 香柳决定唤醒小妖 苏醒的小妖立刻去找图山井 经过多日努力终于让图山井恢复如初 然而枪炫却使图山井为情敌 后来在小妖大婚之前 图山猴找图山井决斗 防风意应看透了图山猴的虚情假意 与图山猴同归于尽 但枪炫却在背后除掉图山井 不得不说 枪炫太不厚道 没了小妖 她连西岩大门都进不去了 更何况图山是规定 不能插手争斗 是图山井为了小妖才给她出谋划策 让她去中原另辟途径扩张势力 结果 枪炫一己之私除调图山井 这让小妖无法接受 小妖一开始就知道枪炫利用自己 但看在表兄妹的份上她不在意 可害图山井却是不能容忍 于是小妖想和枪炫同归于尽 最终为了天下大意 小妖还是留了枪炫一命 但枪炫最终弄丢了小妖 并且永远失去了小妖 苍炫与图山井向流比起来 她的爱太多瑕疵 而在最后大结局的时候 湘柳为救图山井而亡 同样是成全也是她的自我救赎 其实 大多数观众对于湘柳的结局 早就猜到了 因为她和小妖中了情人谷 最终的结局肯定是她亡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最终她却是因为救情敌图山井而亡 从一开始相留给观众的感觉 就是一个高冷范的杀手 就算吸小妖的血 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感觉 但在她知道小妖似乎和她有着相同过往的时候 她冰冷的心似乎被触动了一下 但为了保住她高冷的马甲 她却依旧是高傲的 我要你亡你救的死的样子 就算明知道已经对小妖动了心 但却也是一副成天只会折磨人家的样子 继续吸人家的血 还把人家从树上摔下去 说着要去救人家 把人家带到海的另一边之后就不管别人 最后小妖游了一整夜 差点就死在了这片海里 实话说看到这里就突然想起一句歌词 如果这些都算爱 那你还有什么好期待 暴力的爱任何女孩子都受不了 更何况像小妖这种连等待都不喜欢的人呢 或许如大部分观众所讲 对于香柳其实就是一个死鸭子嘴硬的人 在她选择将枪炫身上的情人骨转到自己身上的时候 她或许就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了 当她开始用几十年的时间为小妖专门铸造弓箭的时候 这已经开始了自我救赎 再后来香柳用防风被的身份故意接近小妖 与其还做出了许多看上去有些过分的亲密之举 但对于那些浪荡公子而言 那就是她的秉性 恰巧 这段时间小妖在生徒山井的气 也算是将计就计的和防风被友好的混了几天 当然 小妖也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想跟着防风被学习射箭 为了帮助哥哥枪炫 同时也为了自保 随着枪炫再来到中原和风龙结为盟友 这一群主角的同框 画面也越来越多 而小妖和屠山井也常常见面 这样让两人的感情也是急剧的升温 小妖也是一个很有愤寸感的姑娘 在和屠山井确认关系之后 她是有刻意远离香柳 只是有时候为了自己的目的 她也不得不装装样子 在她还没有确认防风被就是香柳的时候 她似乎也感受到了对方向她投射来了不一样的目光 但当她确认防风被就是香柳之后 那种本能护住脖子的反应也是令人心疼 但最终为了救她 小妖还是拿出手腕让香柳吸血疗伤 帮她成功脱险 香柳经过了多番的尝试 发现自己终归是走不进小妖的心里 因为她知道 在小妖的心里除了屠山井就是枪炫 完全容不下第三个男人了 而屠山井一直在兑现曾经对小妖的承诺 为了帮助哥哥枪炫夺回王位 她不仅出财出力 还动用自己的身份和人脉关系 以及出了很多好的点子 让小妖觉得很踏实 然而在争夺王位的路途上 武力相搏肯定也必不可少的 而防风被加一直和枪炫的五叔和三叔就是盟友 为了扫清障碍 所以会有防风被骑着白马在半空中 想要一箭杀死枪炫的那一场戏 而这也是小妖要跟着防风被学习射箭最关键的原因之一 因为她是哥哥事业道路上唯一的至亲帮手了 在后面的混战中 除了几个家族的人互相厮杀之外 四位主角也都在这一场混战中 灵力不高的屠山井一开始是在一旁观战的 但看到小妖受伤 她便奋不顾身地冲了上去 最终被打得口吐鲜血 在这场戏中两人还是上演了一场夫妻同心的戏码 让旁边的香柳看得气不打一处来 画面是美好的 同时结局也是虐心的 这一场枪炫这边看真的是损失惨重 屠山井身受重伤 小妖日夜守护都不见好转 香柳悄咪咪的偷窥了好多次 而与此同时 因为小妖对屠山井爱的深沉 种在香柳身上的情人骨也越发地攻心 其实她自己每天也挺煎熬的 最终香柳把自己身上的灵力度给了屠山井 让其苏醒了过来 而自己却随之灰飞烟灭 这几百年来 小妖用自己的鲜血救了香柳多次 而这一次算是香柳成全小妖和屠山井 也是对小妖的多次疗伤的偿还 同时也是对之前的多次施暴的自我救赎